院長想問一下,因為之前在街最近又被爆出說2020的那個什麼接送的那個狀況 那最近還有在跟曼欣點落 我覺得這個事情也好,或是將來民進黨不知道會不會再打什麼所謂的緋聞也好 或是最近這個農委會的報告,牽涉到紅機也好 我對於這些,因為我參與選舉,而讓民進黨的髒水潑到的這些朋友公司,我覺得他們非常的抱歉 當時你有講說匪文的部分太來生氣,他現在還在生氣嗎? 呃,我是聽說民進黨要打我的題目之一是匪文,但是這是空穴來風,完全沒有這回事 所以也沒有什麼好評論的 關於這個陳時中他昨天的那個廣告的部分,然後他有道歉,那你怎麼看 哦好,他道歉了是嗎? 好,我希望陳時中老實一點,要有個選市黨的樣子 他已經道歉了,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示範 那你有看過那個廣告嗎?看了第一的影響是什麼? 好笑,有點輕浮 那你這邊還是要講清楚 你說農委會那份飆案的報告嗎? 農委會那份飆案的報告的成效,我在臉書上面已經都跟大家詳細報告過了 講大聲一點,我聽不到 我光明磊落,沒有什麼好檢討的 反倒是挺消息的人應該要道歉,要檢討 市長請問一下,把政府的時期沒有公布的第三營絕計畫 民進黨立委和市委認為多用會議進入通訴 哪有沒有實質的幫助農業一化,院長你怎麼看 我剛剛說,我們這個計畫的成效在臉書上面已經說明得非常清楚了 然後三民計畫,五千七百三十六萬 還浪費人民工廠,請問院長誰看的 我剛剛還是那句話,臉書上面已經說明得非常清楚了 隊長,今天早上十點之後,阿姆坪的防淤隧道進行了首次的啟用 那有消息傳輸,說這個隧道跟院長關係是不是 呃,我記不是很清楚,沒有辦法回應 民眾黨賴向雲表示,曾經看過院長任職洪基石主持農委會的委託合約 欸,當中有那個不明的那個抄襲或聽票界,理想製作權,請問院長您看 這個計畫主要的精神,是在引進國外農業電子化的新發展的資訊 給國內的研究單位參考引用 既然是這個目的的話,引用一些文獻報告的精華一定是必要的,沒有什麼抄襲的問題 你剛才講那個隧道,你再講一遍,我剛剛沒聽清楚 他這個問題是說,今天早上十點鐘的阿姆坪的防淤隧道,它已經開始啟用 你說的是那個十門水庫的嗎? 防禦隧道主要是要紓解十門水庫的淤泥,防禦隧道一旦啟用 就可以讓十門水庫的壽命延長,蓄水量增加,這是非常好的事情 我們非常樂見 提告的對象是鄭文燦市長、鄭育鵬委員 控訴的項目的誹謗,跟意圖使人不當選 我絕對不是假道學,這麼多清楚明白的資料看在前面 還講那樣扭曲的話,他不知道是笨還是壞,真也說瞎壞 你說他說我是假道學 我想有這麼多清楚明白的資料攤在前面 我絕對不是假道學 反而有這麼多清楚明白的資料攤在前面 還講那樣扭曲的話 他不知道是笨還是壞 這個其實在第一時間就釐清得非常清楚 那个计划的本质就是引进国外的农业科技新资 让我们国内的农业单位消化吸收 转化成他们未来的研发的政策方向 所以既然要引用国外的科技新资 当然会摘取国外文献的精华 我想这个是非常清楚的逻辑 我想在网络上面大家都看到说 这个是张飞打月飞根本是不一样的事情 没有什么弊病的话就不怕什么调查 最新民调显示您目前都是领先对手的这个建议跑 不过如果郑宝卿一旦参选的话 你们两个支持都会为服下葬两个百分别 民调给我们是非常好的参考 但是即使我们领先不管领先幅度是多少 我们仍旧必须每一天都战战兢兢的继续往前走 我们不会因为民调稍微领先就有所松弛 到选举最后一秒钟我们都会继续打拼 让我们的乡亲了解我们的努力 我们的政见 因为昨天上时代力量的议员参选人 就说您的竞选团队里面有蛮多是有 可能过去有一些背景或前科 那这个部分您要不要再帮我们简单讲一下 那些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 现在我们这些团队成员只有一个心 团结在一起打赢年级的选战 不好意思 我刚才有说过我再重申一次 我们提告的对象是郑文燦市长 还有郑运鹏委员提告的控诉的项目 就是诽谤跟意图使人不当选 我们已经组了一个律师团 很快会到法院去提告 但是民进党提评说 这5千7百万剩下的罪钱 这些计划却是高比例的听天 您社会学者可以接受吗 然后包含他们也提评说 红鸡可能就是受害者 我前面已经讲过了 他们是睁眼说白话 睁眼说瞎话 他也没抄 既没偷也没剽窃 什么都没 你抹黑他干什么的 民进党已经前驴技穷 没有招了 只好出这个烂招 你去抹张杉之后 没有用 你反而让他有一个机会来说明 他对台湾的农业有多少贡献 笨嘛 他是笨而且坏徒劳无功 董事长怎么看张胜正爆出抄袭 哎呦那根本就是张飞打岳飞吗 就是说张胜正是个好人 那我看了一些绿台很可恶 张胜正说 如果他因此引起宏基公司的这个不变嘛 因为总是宏基要出来答复嘛 对宏基道歉 那他的参考的资料 都在后面有一张清单里 如果有漏掉 那就这个农委会他很抱歉 人家是个好人啊 我就说 我看有些媒体说 张胜正道歉了道歉 他道什么歉啊 他道什么歉 他也没抄 既没偷也没抄 也没剽窃 什么都没 他那个只是收集全世界的 这个跟农业电子化有关的资料 那怎么说他剽窃 怎么说他抄呢 我觉得民进党已经前驴继穷 没有招了 只好出这个烂招 你去抹张胜之后没有用 你反而让他有一个机会来说明 他对台湾的农业有多少贡献 那笨嘛 民进党真是笨 而且坏 我觉得这是很坏的 他不是论文嘛 他抄什么东西啊 而且12个人 他是召集人 他就是把世界各国在农业 农业在电子化的应用 介绍给台湾的农民 而且达到不错的效果 感谢都来不及啊 你抹黑他干什么的 而且没有用嘛 你没知道有用吗 是没有用的啦 徒劳无功啊